停刊了到現在大概一個星期會鬆一點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其實都是照正常的 生活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需要交告的 多些寫一些時間 其實停刊以前都是其他報紙 刊物都有停刊過的 我自己覺得寫專欄那些都沒有什麼 都會預計有一天 如果有些報紙編輯不喜歡這些東西的 或者是讀者沒有興趣的 都是暗行停刊的 所以對於所有的寫專欄的人來講 都不會覺得是什麼一回事的 不可能一個專欄是永遠寫下去的 我以前也做過編輯 偶爾也會停止別人的專欄的 我相信都是大家看到的原因 我相信那個壓力比較大一點 那麼多的政府官員出來講我的漫畫 是有問題的 我想那個壓力大 他們就停刊了 我相信兩樣都有關係的 多人就是政治關係 可能他們想需要達到某一些政治效果 或者目的 或者他們想有些東西 就是不想那麼多人批評他們的東西 當然內容方面 他們自己的 從他們的角度看 覺得有問題 其實也不是全部消失了 你看回很多報紙都還有漫畫 但是你說很針對講時事的那些 就比較少一些了 說其他的東西 也有的 也有些 譬如南華早報啊 信報啊 還有一些講時事的漫畫 我覺得可能他不接納我這種 或者這個意見 其他那些朋友 他們的說法就是 他們遇到一些壓力啊 有人去舉報啊 那些據聞啊 變成他們就覺得 壓力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就去選擇去離開啦 那當然他們那個 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的 譬如說小朋友那麼想上去 即是出國留學啊 或者他家庭的原因啊 那些啦 那就是實際上 我們雖然都認識的 但是說實際那個原因很詳細的這麼說呢 現在大家聊天呢 都沒有很詳細去探討的 我相信都是 跟香港的那些平時 現在我們看到 即是這麼多人移民的 那個目的就是 原因是一樣的 不過問題是 他是畫漫畫的 所以就比較觸目一點 嗯 我覺得畫了40年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挺好的的時段啦 過去 由回歸前 畫到現在 回歸後這麼多年 即是 50年不變 都過了一半了 那所以就 已經是 達到了 即是紀錄一個某一個片段的時代 我相信是 如果是 再畫下去的 那麼多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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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但是我相信是 有其他的朋友 能夠接著上去的 都可以的 那麼 未必一定是一個人畫完的 永遠都畫什麼 其實當年 當年黃絲馬過身的 我都覺得很可惜的 但是就 即是我想時代是這樣轉變下去的 應該是這樣 我相信六四可能是一個敏感的時段的 但是會不會因為六四之前 所以他就 即是會有 給壓力啊 那那些呢 我就不太知道了 不過當然呢 即現在大家都覺得是 香港那個 敏感的東西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就 可能就會因為這樣的原因 而過去那半年 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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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政府想營造某些政治環境 所以他希望能夠用這些方法去清除一些 他覺得是不太合聽的事情 我想大家也會留意香港的各種情況 這些都是從我們的觀察來講 都是一個可以記錄下來的現象 我想很多時候的評論都不會即時看到最終的效果 我想隔了一段時間或者隔了兩年三年之後 大家也會清楚究竟這些壓力是很必要還是無必要 還是會不會有些轉向呢 如果以往沒有這些情況出現的話 其實都代表了某些事情 大家都會 無論是做文化藝術的也好 或是做政治評論、時事評論的 甚至是一般人生活的 都會感受到一些跟以前不同了 原因是什麼呢?大家都會思考的 其實如果是不小心畫的話都會有的 因為其實我們畫漫畫就 未必知道什麼會出問題 但是知道某些東西 畫的時候必定出問題的 當然我們都會盡量避免去畫 如果以前的話可能會比較寬鬆些 現在就比較緊些 其實中國國內的情況 我自己的看法 它都不是那麼穩定 會比較收緊些 但是類似這些東西 其實都好像偶爾都會出現 但是這類型的 因為那個互聯網那裡傳得很快 大家都會特別留意關注 有些東西大家 沒有傳出來的 可能它有些文藝 或者有些活動受壓 大家都不會知道 但是talk show的 其實都很靠視頻周圍傳 所以就比較觸目一些 而且整件事 這麼多人都 就是越戲劇性那些 就越是受到大眾關注 有些人可能在國內 可能在國內說了一些東西 或者寫了一些東西 就被禁制的 這些可能大家外面都覺得可以關上是這樣 所以就沒有這麼留意 都會是 因為如果說比較 我們通常都是用過去來比較 過去類似發生的情況 就是極少極少出現 甚至印象中好像沒有什麼出現過 現在就好像比較多 這些敏感的事情發生 比如說 譬如說 圖書館裡面那些下架書 對於我覺得來講 就是看書人來講 那些普通的書 我們看書都是看內容的 對不對 沒有什麼特別留意 那些作者 是否一定要有問題的 沒有 就是比較少這些 那些那些 那就是 就是說說歷史也好 也好 說攀任也好 說 說 說 生活也好 也好 都是看那些 這個題目挺有趣的 就看來參考一下 當然 看書的人都不會 就是真的認真看書的人 都不會是全部接受的 就是所有 所有認真看書的人 都是用一些 開放式的心態去看書的 就不會是說 就是看完之後 就馬上被他感染了 可能回到回頭 會是反省都未定的 所以就 就是覺得禁書這件事 就不是那麼應該 對 對